今年是龙与地下城50周年 这个是乐高最新推出的联名款 一共3745片 年龄是18家 龙与地下城又称D&D 是世界上最经典的跑团游戏 也是传说中的真角色扮演游戏 去年呢 因为博多这门三的大火 D&D又一次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 这个乐高D&D 我觉得它实在是太特别了 它是真的可以当作桌游玩的 它可以最多允许一个D&D 加上四个玩家一起来玩 光看外观 它应该只是一座普通的城堡 这里面藏了多少秘密 它又是怎么玩起来的呢 我们现在就把它拼出来看看 第一个模块 第一本拼完是这个旅馆 是整个模型的第一个模块 也是故事第一幕发生的场景 旅馆的名字叫做In Plane Site 是一个双关梗 跟剧情是相关的 它里面一共有上下两层 下面打尖 上面铸垫 第二本 第一个敌人出现了 胶质方块 第二个模块拼完 对应的是故事里面的草地和地牢两幕 正面是草地 转过来 背面就是地牢了 这次出现了非常多可以互动的角色和生物 比如说这个博多之本3里面也有出现的 像魔锅 巨人 还有这种蜘蛛和枭雄 地牢里面有超多的 比如说这个胶质方块 里面有一个被溶解的窟窿 这里也是一间小牢房哦 打开是有关押的角色的 第三本 第三个模块拼完是一座塔 对应的是故事里面的地下室和塔两幕 地下室里面有超多的怪物 也可能是敌人 也可能是朋友 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藏了太多的秘密 甚至都有一些拥挤了 这个眼魔大家有没有很熟悉 它跟博多之本3里面出现的眼魔很像 但是呢 它们俩不是同一个 地上的部分看起来就是一个魔法师的塔 下面是一个祭坛 上面是魔法工作室 最上面有一颗龙弹 哦 这里还有个小梯子 可以爬到塔的顶上 以斯文 这套乐高 龙与地下城 红龙传说的主角 红龙静猴 也拼完了 是一个关节非常多可以活动的 非常帅气的一只大龙 现在我们可以把四个部分全部组装在一起 如果你不去玩它的D&D部分 它作为一个纯粹的摆件 里面有非常多的机关和彩蛋值得关注 先来看客栈 翻过来 它的一层二层是非常容易打开的 你看 一楼是一个酒馆 你看这边酒桶上面放了好多的啤酒 旁边呢有一些武器和琴 比较重要的就是吧台这里 有一个鸡腿 旁边是一个辣酱 二楼就开始有一些阴谋了 这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宝箱怪 学名应该叫做拟生怪 你看打开 这边是财宝 这边就是裸露的尖雅 床也可以打开哦 烟囱里冒出的烟 这边好可爱啊 草地这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是这棵树 可以活动 而且长了一张人脸 肯定在故事里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里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设计 就是这个草地 不仅一层有 而且到了二层 它还是草地 哇 这个纵深感一下就有了 地牢这边 除了我之前介绍过的怪物 地上还散落了一些 像是钱币呀 法杖啊 弓箭啊 这些东西 塔这边就精彩了 光是这个地下室 就有好多好东西啊 里面有一盏神秘的提灯 镜头还藏着一本魔法书 这里还有一个旋转楼梯 通到了一楼 哇 一楼更有意思 你看 这里有个机关 一拉 地板翻下去了 好神奇 走楼梯到二楼 侧面呢 这有一扇门 可以打开 就是我们的魔法师的屋子啦 不知道它在这里 搞什么邪门的法术 最上面呢 放了一颗毛豆 这也太像毛豆了吧 总之它故事里面 是颗龙蛋 帅得很 我也不知道 这么大的龙 是怎么生出这么小的蛋 哦 可能也还好 为了避免剧透 我其实有一些 其他的小机关 小秘密都没有讲 这等待着大家 自己去发现啦 跟其他的高不同的是 红龙传说的城堡 有一整个神秘 有趣 又充满想象力的故事 等待你去书写 这个故事 是这样展开的 四位身怀绝技的冒险者 走到了In Plain Site 一目了然客栈的门前 被里面的热辣鸡翅 发出的振振香味所吸引 决定进去搓一顿 这个故事是不是 有些过于可爱了 但是还是有阴谋的 与此同时 凶猛的红龙静候 正在寻找 偷走它龙蛋的贼人 四位冒险者 会因为一对辣翅 付出怎样的代价 这背后 又有怎样的阴谋 红龙能否如愿 找到它的龙蛋 这些秘密就等着 屏幕前的你 和你的小伙伴 一起去发现了 四个可选的预设角色 都在这里了 分别是 勇敢的保护者和治疗者 矮人牧师 身穿盔甲 手拿战锤和圣灰 会使用多种魔法的精灵法师 一手拿着拳杖 一手拿着魔法书 魔法书里面的魔法卷轴 是可以替换的 一共有三张 分别是隐形术 法师护甲和魔法飞弹 坚毅的诸如战士 可以使用长剑 短剑和盾牌 以及阴险狡诈的专家 兽人游荡者 身披披风 手握两把匕首 或者换成轻型的十字弩 四个主角都可以通过 替换头部零件 来选择性别 虽然博德这本三里面 是可以自定义生殖器的 然后就可以收拾收拾 准备玩了 这个时候你还需要两个东西 一个是头子 好可惜 这套乐高里 居然没有送一个乐高小头子 我真的很期待 如果有的话 我一定会单独买 总之呢 你需要自备一个二十面骰啦 另外一个你需要的 就是冒险规则书 就是地下城主 DM相当于是上帝视角的主持人 拿在手里推进游戏的剧本 这个冒险书 乐高官方是只有英文 没有中文的 不过没有关系 看视频的各位有福啦 出于效率和专业的考虑 我找来了我的朋友 战锤跑团译者十对人 在我拼乐高的时间里 快速完成了这本冒险书的 主要翻译工作 我呢 刚补上了剩下几页的翻译 并对全文做了校对 它的PDF文档 我放在了简介里 分享给大家 现在我可以带着你们 浅尝一下这个小故事 监视梅里 啊 这个就是梅里 的玩家角色 发现 它并没有亲自烹饪鸡翅 或调制酱汁 它只是重新加热了 已经准备好的鸡翅 很明显 是别人做了这些艰苦的工作 所以梅里做的坏事主要就是 预制菜 确实够坏的 没有啦 预制菜是趋势 总之这个做预制菜的梅里 非常可疑 对不对 故事浅尝到这里就可以了 看看这个冒险书的内容 我觉得这个乐高D&D的故事 写的还是相当有水平的 它不仅相当遵从D&D的规则 故事非常的跌宕起伏 有很多的陷阱 机关 秘密等的去发现 同时还相当的可爱 确实很符合乐高玩具 一贯给大家的感觉 拼完乐高的人 最好只是一个人 而他就要做这个地下城主 也就是D&M 因为他实在知道 太多的机关和陷阱在哪里了 如果你觉得冒险书里面的故事 不是你喜欢的 你也可以选择自己来编一个 手册里面也有写到 不使用D&D规则的情况 所以你完全可以拿你 其他乐高套件里面的小人 再进来 替换掉这些角色 比如这样 冒险者来到房产中心 老板黎克热情地说 他不收租子 不要按揭二楼免费住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这是真理科吗 跟去年的乐高城堡相比 我觉得他们有非常多的不同之处 这个要更加还原中世纪的感觉 而这边有更加完整的故事线 以及更鲜明的角色刻画 第二个比较大的不同 就是结构上的 这个城堡 它是完全闭合的 然后展开看到内部 也就是说 它有完整的城堡外观和里面 而这个为了方便所有玩家 可以围着它都可以看到里面 所以它做成了四面通透的样子 当然它的地形和构造就会显得更加有趣了 《龙域地下城红龙传说》这套乐高 我拼下来大概一共花了十四五个小时 里面的冒险故事玩下来只需要一个下午的时间 这对于D&D游戏来说是非常短的 你知道现在持续最久的D&D游戏 已经有长达四十多年了 并且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套乐高的价值所在 它就像是一个D&D游戏的完美Demo 可以把D&D的魅力 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打包传递给更多的人 大家不需要真的去入坑跑团 这样一个比较小众的游戏 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古老的游戏的魅力 《红龙传说》真的是一套非常隆重的桌游 以前有客人到家里来 我只能够炫耀我的乐高百件 但这次我可以把它拿出来 跟朋友们一起来玩一整个下午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套乐高的话 赶紧留个三连吧 赶紧留个三连